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1号星期二 大家好 我们之前报道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体重仅21.5公斤的大学生 叫吴华燕 还记得吧 他去世了 去世 从他去世之后 这个就是一片声讨 声讨什么 声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声讨他们 现在终于有结果了 当时很多人跟我们说 我没有报 我想看看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终于有结果了 中国的民政部向中华儿慈慧 就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会 简称中华儿慈会 已经送达了责令改正的通知书 民政部下的 批评中华儿慈会为吴华燕 募捐行为 超出了募捐方案限定的救助范围 责令妥善处理捐款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中华儿慈会之前是非常强硬的 坚决不改 你们中国一向都这样 你要明白 非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一旦群众开始声讨了 上面非常紧张 因为包括总统也好 包括参议院国会也好 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 他们的执政的权利 就到底你能不能在国会坐着 谁说了算 老百姓说了算 选民说了算 对不对 不选你你就回家了 川普闹在凶 到时候选举一失败 你就回家睡觉 回家洗洗睡了 对不对 你民主党你在国会闹在凶 你要弹劾总统 弹劾这 弹劾那 最后老百姓不支持 民意不支持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绝对过不去 而且今年11月份 只要一连任 你们基本上就都卸菜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对于老百姓的这种声讨 对于这种舆论 是非常重视的 中国不需要 对吧 但是它是不care老百姓的声讨 但是中国民政部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华儿慈会 他的能不能在这做 能不能当秘书长 能不能继续经营 靠谁 是靠上门 他们是靠上网 往上看的 下门什么样 根本没关系 都是一帮屁泥 一看上海民政部一下令 赶快就撕了 民政部一下令之后 那么从昨天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 微博就发了消息 说决定1月20日起 把吴花燕募集的上款 100多万 全部退回捐助人 退款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 对吧 上面批下来了 权力都是往上看的 对吧 中国就这样 对吧 民政部下了令 赶快就给他们吓坏了 然后这里边就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说中华儿慈会 下面有个叫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那么中华儿慈会的 他的秘书长叫做王林 然后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他们的负责人叫王玉 这个怎么回事 他俩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情妇 这个需要王玉 王玉 李玉的玉 对吧 王玉 王玉就是王林的情妇 就说白了 所以他在他上面 他在他下面 对吧 上边的秘书长是王林 下面的王玉是他情妇 一上一下 然后 那么9958的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就以吴华院的名誉募款了百万 他们说转了2万给医院 那么到现在为止 相关医院称这2万到现在没有收到 木有收到 这2万 我们原先以为他收了100万 黑了98万给了2万 现在发现是100万全黑了 还黑了1万2万 医院说木有收到 没收到 这么狠 你这么狠全黑了 合着 然后曝光的人是谁 叫郑贺宏 这郑贺宏 就是当年9958中心的 他们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王玉跟王林睡了 睡完了之后 就把原先的这些 还有点良心的这帮人 都给赶尽杀绝了 都清除门户了 清除门户的这些人就不服 然后一直盯着他 知道吗 一直盯着他 这郑贺宏就发现 他说长期9958的项目 进行观察 当年他就是创始人 虽然被扫利出门了 但是怀恨在心 一直观察 观察发现 说9958中心的主任 王玉为生命垂危的 换而募款 在换而去世之后 他把这些善款都 融于了他们公司的理财 就是说 他公开的账目上显示 他们募集资金的 4.9亿元人民币 本应该融于紧急的 救助儿童的款项 结果都干来干什么 投资理财 购买基金 投资金融公司 等等 都干这个了 然后包括去年捐助过的 一个叫小欣然 说孩子已经出样了 9958到现在没给孩子 剥过一分钱 有可能 因为无花燕 无花燕死了 到现在也没有 一共收了100万 他说给了2万 医院募收到 也就是说 可能一分钱都没给 嗯 然后说在9958的官网上 很多小孩已经去世了 但是还在用这些孩子的名义 再募捐 就无花燕死了 你还是可以捐钱的 无花燕虽然死了 但是我王玉还没死 对 我还需要 对吧 接着募捐 然后所有被其资助的患病儿童 如果一定要治病的 都是推荐的 要送网的 叫慈心堂医院的进行治疗 那么慈心堂医院 就是说通过天眼的查信息显示 慈心堂医院 实际上不是一个医院 他叫慈心堂医院 医院是他的名字 他企业类型 是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的 叫慈心堂医院的 有限责任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慈心堂医院 所以你不要误会 你懂吗 比如说我叫什么 天津市公安局 有限责任公司 后面写着llc 你懂不懂 我名字叫天津市公安局 但我实际上 我是个有限责任公司 你听明白了吧 叫慈心堂医院 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他把孩子都推荐了 到有限责任公司去 然后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给慈心堂医院 这家有限责任公司打钱 慈心堂医院 从9958平台 获得了差不多1000万元的慈善款 也就是说医院你是得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叫医院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钱 为什么给他打钱 不知道王玉 是跟慈心堂医院是睡了 还是就是说 有可能是王林睡了 王玉 王玉又睡了个年轻的小鲜肉 然后小鲜肉开了一家 有限责任公司 叫慈心堂医院 人家比较乱 互相睡 不过怎么着就这样 然后王玉天天在网上炫富 炫富就跟郭美美似的 也都是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灵不灵的那种东西 炫了一大堆 网上有王玉的照片 长得跟郭美美特别像 不知道为什么 前有郭美美 后有王玉 这要是毁了中国的资源事业 咱看看郭美美最后 就是说政府把他给抓了 抓了判了10年 是按照郭美美卖淫嫖娼 抓的 没有说他损害慈善事业 王玉 咱就不知道了 王玉因为主要就是跟王林睡 他跟王林这种的 到底算是长期包养 还是长期卖淫嫖娼的 等到王玉去跟央视认罪的时候 我们再说 对吧 中国都是这样 郭美美最后不就在央视认罪了 对吧 好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问题 郑鹤红他们说 已经向儿慈慧的秘书长 举报过多次了 说你的情妇太不像话了 然后王林说 我那情妇还行 还比较有解风情 好吧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对于这个事 我觉得怎么说 这能算新闻吗 对吧 从郭美美的时候 你都知道了 对吧 只有算是陈年旧事 不过就如此 对不对 这就是郭美美的一个小妹妹 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出现的 还会郭美美 王玉 后面不定还有谁 中国体制不改革 慈善事业 永远都是给这些人的一个 怎么说 算是 标签库 小金库 金鸾 咱们你随便找词 对吧 就基本上 都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反正 王玉 他这照片网上比较多 然后都看着都不错 大家可以就是说感兴趣的 可以看看 然后也就如此了 然后我不知道过两天 这事能不能压得住 如果能压住 就压住了 压不住的话 过两天 可能王玉也跟郭美美似的 跑江市 然后来搞个认罪 据说郭美美最近要复出了 如果王玉被抓了的话 郭美美可以接管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我看王林也不挑 两个哪个都行 好吧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